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康熙因為來了陳昭榮 真的很精彩 康熙 今天除了康熙跟CD之外 來了一個大明星 我們歡迎陳昭榮 歡迎 歡迎陳毅哥 你好... 他常常被描述為說 對工作人員很好 就會露出他那個燦爛的笑容 來融化別人的心 你今天看到他本人是不是 他真的很... 這個笑容是很... 他笑容真的蠻迷人 但是一看到他的臉 我就覺得他應該是一個 很會說冠冕堂皇化的人 像一個有禮貌的人 有禮貌 然後盡量不傷到別人的感覺 是這樣子嗎 昭榮哥 看情況 你覺得我 那你覺得我本人漂亮嗎 這個... 滿...滿漂亮的 這個誰都可以講 我每...我每次碰到你 我都覺得很漂亮 叫什麼好問的 我以為他會再講什麼 更奇特的話 更冠冕堂皇的話 不是 因為以前你那個 大綱牙的時代 然後我妹也是大綱牙 你妹也戴過牙套 對...那時候我常... 常取消她 你妹幾歲 我妹67年次 那就是跟我一樣啊 我也是67年次的 真的啊 那昭榮哥幾歲啊 我57年次 50年次等於是36 36... 你們差10歲啊 對... 我弟差我11歲 你為什麼跟你弟妹 差那麼遠 我跟我妹妹 還有一個妹妹 差我1歲 然後接下來就差10歲 11歲 OK 我爸的說法是 生完我們之後 我們長大了 他沒事做 可是有差10歲的弟妹 你妹妹會不會覺得很遙遠啊 就是... 我覺得他們沒有把我當哥哥 把我當叔叔在看 而且... 像他們現在還在念大學啦 研究所這樣 然後... 我通常管他們管滿兇的 然後都會... 你會管人家啊 會... 就像我弟 有一次我跟他吵架 因為他不聽話 就被盪掉 然後我... 我希望他更好 然後... 所以我就衝到學校 結果他給我頂... 回嘴 然後我就罵三字經 快扁他了 你會罵三字經嗎 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這故事 等一下... 他關心他弟弟的功課 對... 去學校 然後就到學校去罵三字經 弟弟跟你頂嘴 你就罵三字經 三字經 那當時學校的人 是不是以為你在拍台灣霹靂火 不是... 我記得那時候滿晚的 結果怎樣你知道 為什麼我會衝到學校去 因為... 我罵三字經 結果他把電話拿到旁邊 害我一直罵... 竟然對方沒有回話 然後我就在等 最後我弟突然拿起來 還放到...拿起來 然後... 就跟他講 哥你罵完了沒 我說你剛剛在幹嘛 他說你唸我很煩 我把電話放到旁邊 我氣死了 我電話掛掉把它撞到學校去 然後拿玉米塞 沒...沒叫他們笑 把戲裡的那個情節都拿來 他沒有演過那一部分 對 很想 但是熟校買不到玉米 好 所以你罵小孩的時候 都是罵三字經 這個對管教不太好嗎 罵弟弟 對 所以你的三字經是哪一種 是跟人家媽媽有關的那一句嗎 還不會 XX X X 不然是跟老師有關的嗎 X 不會XXX 對... 是什麼 是... 比較差 你大概發音給我聽 是不是 他 payoff到哪裡 他可能是 問題是 還在說你先罵 都有 都有人是不是 不然一氣起來我罵什麼 我自己都罵 為什麼不好要唸出啊 對 還跟我頂嘴 不是 他罵他的媽媽 就是他媽媽 他每人都一個媽 不是啦 沒有 他還罵完說 弟弟為什麼不好要唸出啊 然後他還說 你這樣罵會不會很不孝順啊 對 我更有一次就是 你知道你這樣罵我 你也罵到媽啊 你知道 我真的認住了 那有什麼樣 還有人管教小孩用這句話的 所以算弟弟啦 應該還算OK啦 有一點...有一點平輩的感覺 那你姐也會不會這樣管妳 不會 我姐會 會喔 對 有一次也是我們那個約愛餐廳 然後我忘了跟她講地址 然後她就找了老半天都找不到 她就傳簡訊給我說 然後我就回傳說 你這樣好嗎 沒有... 我們康熙來了 前幾集有訪問過一個 比較早期的大明星 然後我們就問那個大明星說 聽說你以前都耍大牌遲到喔 然後那大明星就翻臉說 你要再聊這個我就要走出去 我們就不要錄了 就表示遲到這件事情 是很傷他的心的 那後來結果那一集播出之後 電視圈老三台的前輩就告訴我說 那個大明星以前遲到的時候 遲到什麼地步 就是早上9點鐘的通稿 然後到下午一點鐘的時候呢 製作人才... 衝進棚裡面跟導播說 導播... 那個誰誰誰終於趕來了 導播就說好不好 那我們就錄吧 然後那個製作人就說 可是他還在樓下的 美容院裡面洗頭髮 然後從早上9點 導播已經空一個棚 等到下午一點了 已經快崩潰 還在洗頭髮 導播就衝到那個電視台的美容院 把帘子拉開說 誰誰誰我... 就... 罵髒話 嗯... 這是對他媽做出很嚴重的一個 羞辱 然後結果那個大明星就回過台說 導播 我媽在家裡耶 所以你以後可以... 以後再人這樣罵你 你就可以這樣回她 可是... 我每次傳簡訊都覺得那個... 那個幹字後面沒有直接接 等一下 你怎麼把這個字講出來 直講...這字沒有關係吧 你說幹什麼的那個 幹什麼的幹字 就是我每次虛弄幹字之後 就覺得說後面怎麼沒有直接接上那兩字 我覺得接父母可能太過分 不妨接一些老師或遠房親戚好了 對... 有人罵... 你老師嗎 有吧 你國中的時候也罵過 真的嗎 對 就是... 會比較慫的 對 對啊 每次我聽到那些學生說 嗯...老師 我都會覺得 連老師你都要喔 對 真的嗎 國中有罵這一句嗎 我是沒罵過啦 但是我覺得 在罵的時候 我不會考慮到是老師還是誰 反正誰都要去 那你國中的時候會打架嗎 會 是有招數還是亂打的 反正亂打一通 是因為有人挑釁嗎 對 因為我國中的時候 在台南念書嘛 那私立學校 然後我跟另外一個花蓮人到那邊 我去到半學期以後 我就新綽號就來了 環娜 環娜 對 環娜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花蓮過來 都是環娜 三帝人的意思這樣 這樣環娜你就怎麼會罪 我說我又不是環娜 我說你才是環娜 環娜 我就會吵架 當然也可以說 我也不是環娜你才是 就說你才是... 對... 吵到後面就是開始捏耳朵推 然後打來打去這樣 捏耳朵 我跟你講 國中打架真的一開始 我還不太會 對 等一下 我沒有聽過捏耳朵這一招耶 就是拉耳朵啦 捏耳朵 男生可以這樣子打嗎 因為老師可能很多同學在看 在旁邊 對 捏耳朵不是女生應該出的招式嗎 譬如說捏男生啊 不是 他如果坐在你前座 他會罵你環娜 然後剛好上課中響了 你還來不及 所以在上課的時候 老師在前面上課就... 這個事情我幹過 結果他忍到下課 老師一走馬上打架 那你會打嗎 打得好嗎 我算還不錯 所以你有曾經是流氓學生過嗎 就是很皮 很愛打架的 扣子會開到很低嗎 扣子不會 我們在學校管得很嚴 書包會不會把它拉得很短 然後這樣斜在這個背後 這樣一個方塊 我們基本上不配書包的 就是因為全部住宿的學校 就是所有的書 全部放在課堂上的 全部要住校 全部要住校 那你那時候國中的時候 已經開始談戀愛了嗎 有安念別人 你這個問題有引導往某處嗎 就是 真的我想 該是聊聊戀情的時候了吧 我以為你要聊住校裡面 一些齣齣事 那你來問問看 蠻有趣的 男生住宿 你們幾個男生一間 四十多個學生 四十多個 對 然後每天就集體關燈 就要通通都就請 對 十點就關燈 就好像軍事組 你要問什麼 他感覺好A喔 你已經有預告了嗎 你覺得我 我怕不禮貌 不會 我可以自己講 你說吧 因為國中青春期嘛 然後你發覺有的同學 從屏東 然後他上來放假回來 我們兩個禮拜放假一次 他帶黃色小說來 然後你就看到 那時候我們 每一個人都要打蚊帳 因為我們學校在三邊 很多蚊子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 棉被這樣蓋住 突然手電筒燈亮了 開書 對 然後呢 然後 床就一直動 我本來是要問你說 你們有沒有集體念書啊 然後研究功課 結果想不到你一講一講這種喔 他才講到 只有燈亮嗎 然後床會在動而已 那後來呢 有沒有更厲害的事情 你怕什麼 後來我就不知道我睡著了 好虛喔 你不會加入他們的行列 一起就是震動床 我有看過啦 對 他沒有加入 有看過的 我有獨自看過 沒有一個大明星會在 你前面前承認這種事吧 你問這個問題太過分了啊 剛剛我們也沒問是他自己講的啊 那你在班上算 受女生歡迎的那種嗎 不知道啊 應該還可以吧 就他們有對你主動表示好感嗎 你有收過情書啊 你有暗戀老師嗎 沒有 這把我問倒了 想那麼久幹什麼 對 因為我在想 想一下那老師我沒有暗戀過 我真的會仔細去想 沒有啊 那你那時候 興奮一場對她是誰 我都忘記 啊 崔台青 笑我 沒有 我跟你講為什麼 為什麼 陳湛榮與他有心理解釋變大 TAP 1 很可怕吧 TAP 2 你幹嘛微笑啊 因為你下一名還是這樣啊 TAP 3 D TAP 3 TAP 3 哇 你這很兇的耶 很兇的耶 很兇的耶 你要擺個就表情給工作人員看嗎 常常擺給我嗎 你媽呀 你沒有的 康熙來了 我現在我突然想起來 我剛剛很仔細在想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 那個教官有那種 樂歷 你知道 我們學校的教官 就是管我們的住勤的生活的 所以他在我們的那個 就是睡覺的地方的門口 有貼那個崔台青的樂歷 雖然很舊 但是是我們可以接觸到 女孩子的第一次這樣 所以你們會 我也會要去 為什麼聽起來像豆嫂裡面 聽起來很舊的 崔台青的樂歷 卻在床上 然後大家就忘了 那張樂歷 產生新外線 所以你們要趕快看那個樂歷 然後再趕快跑回宿舍 是不是 真的 要把那個照片 留在腦海中 對... 然後留在腦海中這樣 崔台青 我跟你講 我們真的沒有時間 接觸到其他的那個 因為住校被封閉得很厲害 被封閉得很厲害 那會有男同學跟你示好嗎 就是喜歡你 沒碰過 你知道他 他在那個 蔡明亮大導演的 不見不散裡面 演一個類似電影院裡面的 鬼又不像鬼 是鬼嗎 鬼 你那個是鬼啊 對 然後我聽說 陳昭榮還真的把他 從頭看到尾 結果連他臉都看不見 都很遠很遠的鏡頭 然後他總共還講了幾句對白 還有是不是 不... 他一兩句 Sayonana Sayonana 就這樣而已 好像... 有沒有講說你知道 這個電影院裡面有鬼嗎 有... 這一句也有 所以台詞只有兩句 對 我想起來這段就是因為 那是一個日本男生 對他示好 對 然後他就裝憂鬱啊 就抽煙 然後就... 讓那個日本男生就 意亂情迷到 就把頭整個埋到他的胸口去 然後你做了什麼事 然後我說你知道這次七人有鬼嗎 不... 你打... 打亂了他的興趣就是 你那個男生示好的部分問完啦 你還有什麼更萌的話題嗎 你問的是學生時代嘛 對 那脫離學生時代之後呢 拍蔡導的電影之後 才有... 才收到那種男孩子寫給我的信 那個時候就有收到了 那是因為演了同志的角色的關係嗎 我覺得是 還有一次跑去Funky玩 有一個男的一支 就是Gay Bar 對... 對...就很興奮 誰很興奮 那個男的 然後也對你上下騎手或什麼的嗎 還好耶 就像我在98年巴黎那個同性連帶遊行 我也跑去玩 你倒是還蠻共襄盛舉的嘛 我跟妳講真的很好玩 因為我對他們真的很好奇 看到180幾公分 穿高跟鞋這樣 一穿上去之後197塊200公分 但他們真的很友善 所以跟他們玩瘋了 你穿什麼去的 我穿背心的這樣 緊身背心嗎 對... 不過你這邊挖空然後還露點那種 對... 沒有...沒有露點 然後你一進去就... 他們對你很友善 那你會這樣... 然後我就笑一下而已 但後來因為我自己玩太瘋了 我會打他們屁股 所以就護我屁股就對了 對... 為什麼沒有被拍下來 這個... 這個就被摘張說 那後來就是飲酒作樂之後 稍微有一點酒意 有沒有就是比較親熱啊 抱一抱 沒有...因為我不會喝酒 對... 你不喝酒的 所以僅止於... 我這邊拿著可樂跟他們遊行 那是一個人生蠻... 蠻值得的一個回憶 你幾歲就結婚了 二十七 你幹嘛那麼早結婚 想不開 現在有沒有後悔 人有兩種 不結婚也會後悔 結婚也會後悔 我覺得問他問題好危險 他有時候會長出真正大 你剛剛問他人後悔 他幾乎要說... 幾乎要講以後 你怎麼搞的 你不會眼藏一點心情嗎 反正我不是偶像嗎 你在戲劇界是偶像的誠哥 你是 希西蒂跟我研究說 做電視台的一哥要幹嘛耶 就是要怎麼樣擺拍頭 做一哥要怎麼擺拍頭 就是你經過那個電視台的走道的時候 所有人都會站起來說 一哥好...這樣 不會... 沒有這樣啊 我都會主動打招呼耶 所以做一哥要自己打招呼 所以反而顯得更近 你以後進來要跟大家主動打招呼 怎麼樣 你的態度是什麼樣 就是我來了 大家好 好辛苦喔... 是這種感覺嗎 不是 反而我一進電梯 我看到誰我都會先點頭 就是謙虛的點個頭 對... 那你會特別要求便當要比較高級嗎 沒有 他很在意這件事 因為我們剛剛討論說 到底譬如說一哥一姐要... 有什麼好處 對 然後我就說如果我是一姐 我就會說以後中午便當 全部換成胡鬚章 然後他們就說這樣很難 我們比胡鬚章還好 我們金鮮蝦卷 對... 不怪是一哥耶 不要那麼低級 你們在比什麼東西啊 那你還可以做一些什麼要求嗎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可以罵人嗎 可以罵人...可以 可以罵誰 就是因為其他演員可能... 現場如果說有一些環境啊環節 如果說不能很緊湊的加速錄影的話 其他演員可能不敢罵 我就會跳出來先講 我說什麼呢 我說你們是不是應該加快這個速度 所以你一開口 立刻工作速度就會加快嗎 會 所以沒有工作人敢跟你頂嘴吧 大家就會說不好意思...趕快弄這樣 沒有工作人員會跟我頂嘴 看我塞餅的時候不會 看我在開玩笑... 看我平常的樣子的 就像這樣的話都會跟我開玩笑 都會跟我頂嘴 那你塞餅是變什麼樣子 就是...不講話 我只要不講話他們就覺得很兇 你可以罪... 你可怕嗎 滿可怕的耶 那我如果是塞餅呢 好... 康翔哥 我跟你講喔 這... 你幹嘛微笑啊 因為你塞餅很講啊 你賣一個塞餅 我看 西蒂 要不要吃飯 你真兇的耶 很賤耶 你有什麼... 你有擺個這個表情給工作人員看嗎 常常擺給我嗎 你媽呀 沒有啦... 沒有... 所以我剛才有一姐的氣派吧 有... 有... 只像一個小病圈 有什麼一姐的氣派 可是你這樣擺臉的時候 是策略性還是你真的不高興 我...應該是直接就不高興 我不會策略性 你不會故意裝出不高興的樣子 你是真的不會不高興 我覺得我的喜怒哀樂都在臉上 如果你都已經擺出那種 兇狠的表情 然後還有那種比較不適向的員工說 幹嘛啊 昭龍哥 你幹嘛弄這樣啊 你會怎麼樣 我... 有...以前有這種北拔的工作人員 就比如說你在擺側臉 然後我是弄北拔的 我擺側臉面對我的化妝台 我就這樣 然後他還說 昭龍哥 昭龍哥 幹嘛啦 這... 好辣喔 你怎麼會這樣 這表情不好... 這表情不好 你就只有棄他站起來 我就要站起來 然後呢 後面呢 他就... 真的... 什麼阿姨啊 這什麼一個 真的還阿姨啊 對 所以那不然 你覺得應該怎麼樣 站起來以後應該說成 比較有派頭 我想看看喔 比如說你鬧我好了 City... 你有沒有搞錯啊 什麼事 你很賤耶 我沒有說過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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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沒有機會說啊 可是其實我跟他差不多啦 就是我在接台 只要不要講話 然後東西放得重一點就好了 那如果我是你的員工 我一定會常常在背後說 欸 看文哥到底在笑什麼啊 你一直在裡面這樣 你是不是非常微笑的表情 對 好 我們今天還請了陳昭榮的夥伴 我們歡迎Amy小姐 歡迎Amy姐 你好 Amy我手上拿了一本書 叫做大排現行記 這些大排都是你旗下的大排 對... 你旗下有多少大排 應該每個都大排 幾個啦 十個嗎 十幾個 十幾個 對 陳昭榮在裡面排第幾個 第一啊 當時我們心目中的王子嘉一哥 那你怕昭榮哥嗎 我啊 他好的時候很好 他兇的時候我很怕 所以你有見識過他剛才那種臭 有... 他媽 三字經的時候很恐怖 真的滿恐怖的 我見識過 你覺得這兩個人你比較怕誰 這兩個人我比較怕 我想Amy姐吧 他可不可怕 他其實不可怕 真的嗎 對 他算傻大姐 他不會很厲害 或者很有手段 因為他的手段我都看破 他有使過什麼手段被你看破 有... 我以前不瞭解他的時候 他最常就是要跟我講事情 然後我不妥協的時候用哭 他用哭的 就拜託你演什麼戲可能是不是 就是你... 莊榮哥對這個真的很好 我說真的不要 這對我不好 他說拜託你啦 真的我覺得久了好久了 一開始我還會妥協 到後來 現在他只要一哭 根本不理他 沒看到 我說有沒有新的 好殘忍喔 對 但是我們兩個 就是因為在這種過程 互相在成長 對 你第一次對他使出哭的招數 是什麼時候 好像是華視一個八點檔 我記得 那已經彈好了 我合約簽了 他跟我說不接 我快傻眼了 我快哭了 我當場想糟糕 我要違約要被告怎麼辦 所以你第一次哭是真的哭嗎 是真的哭嗎 因為太可怕了啊 我已經要被告了 你知道嗎 我合約是真的簽了 你的金錢是王偉忠耶 他大概沒機會跟你哭吧 他哭也...也太娘娘這樣 那你跟他哭 齊丁 我擺脫你啊 我不想看到他就很癢了 那你跟他哭過嗎 好像有耶 可是不是因為工作上的事 就是委屈 對 可能是一些委屈的 所以成長人只會 只有高興與不高興嘛 並不會有一些奇怪的哭啊 這些東西 他喔 他不會 可是他欺負人蠻恐怖的 怎麼樣 他很會欺負人 他講得很笑話 然後呢 我每次在大陸上 正在跟他開會 開到一半他的電話就打 我會胖子 你會臭什麼 我會胖子 你會胖子 你會胖子 然後... 然後我就... 大家都笑了 你知道我正在跟他開會 你知道嗎 很重要的事情就談到一半 當場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 好 我繼續開完 別鬧 我再開會 好 然後隔三分鐘又打 我會胖子 沒有 我已經換名字了 現在叫什麼 我一開始我打過去 我會胖子 你會胖子嗎 不要這樣 我跟一堆高幹在開會 我說好... 那我等一下再聯絡你 然後三分鐘打過去 喂... 大胖 你在幹嘛 你比較文雅了 因為他跟高幹在開會 陳佳儒 你很殘忍耶 真的嗎 你可以叫一個女生 你叫大胖嗎 人生攻擊耶 你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會用言語去刺上他 因為我希望他減肥 因為他每次都說 他每次看到我從大陸回來 第一件事就 張宏 你看我沒有比較瘦 沒有耶 還是很胖 可是這本書的作者 說你叫... 這本書的作者也是個女生嘛 對 然後你給人家取名字叫大頭怪 還有庫斯拉 你這樣也是勉勵他嗎 你能說勉勵什麼事情 對啊 他頭也沒辦法小了吧 我想 庫斯拉可以變小 你認為你每次這樣 刺傷面對為他減肥嗎 沒有 因為我只有碰到說 因為他跟大頭兩個都是 一直想減肥 但是又掛在嘴上 但是減不下來 所以你要用刺傷來提醒他 而且我刺傷他 我還有一個理由 我就說 你看我再難聽的話都講了 所以你可以很樂觀的 去面對大家 因為你什麼都聽過了 那一分數我跟你講 他每次都說叫我們減肥 然後晚上 周周去吃宵夜 我們不行不行 我們要減肥 這個很沒想到 明天再說明天再說 然後平常都要害我們 然後這一種言語殺害我們 演藝圈大概只有 她敢叫你大口吧 這實在很嚇人 那你老婆很瘦嗎 算瘦的 這裡有一排名字 CD覺得哪一個是她老婆的名字 應該是張若文吧 張若文是不是 對對對 是你老婆 所以你那時候 看上她是27歲的時候 是發生什麼事 27歲就 對家庭一個充滿幻想的一個年紀 在哪時候 你跟她交往了很久了嗎 認識很久 對 然後在那一陣子 因為演藝圈嘛 你知道它是一個 一個出發的過程 但是這個過程要拗很久 所以那個時候你已經在演藝圈了 對 在演藝圈 所以你希望說 有一個安定的生活 在出發這樣 在那種狀況下 就很容易結婚 尤其對我來講 所以她是你什麼時候 就認得的女朋友 我在念新浦公專的時候 就認識了 那你進演藝圈的時候 看到很多這種妖艷的美女 像徐希蒂這種 都沒有覺得要換一個女生嗎 要說有 你在放空 我沒有 我在放空 那時候就沒有覺得說 新浦公專時期的女朋友太遜了 要換一個女明星 新浦公專 其實我念書都滿悲慘的 新浦公專三千個學生 有三十個女孩子 對 所以那些女孩子 好少喔 都是酷絲拉型的嗎 有幾個 張若文是其中一個 不是不是 不是 她是新竹石鑽的 OK 那你當時怎麼追求她的 就是我想安定的生活 我就想說 娶一個老師不錯這樣 就只是這樣子 對...就我很簡單的想法 那時候我沒有想太多 你到底是娶張若文 還是娶一個老師啊 娶我小時候的夢想吧 這是一個老師嗎 所以她罵張若文說 那個女老師的時候是真的 她是真的 把內心的吶喊給呼出來 我跟鄉土俊伴流氓考戰 怎麼 我就是不犯你 你想要怎麼啊 你台灣啊 你也拜託好不好 有例子 我告訴妳 妳叫我小S是嗎 對 我是大的 我真怕喔 拜託 妳跟你說 妳如果還不平時 我就送妳威聲索 妳什麼 妳什麼 因為 妳說要威聲索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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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小時候就希望跟老師 就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爸媽 我媽常給我這種觀念 她說妳長大以後 妳就娶一個老師 或者一個音樂家 她從小就給我這種觀念 所以這個東西 一直在我腦海裡面 一直在 所以最好就是娶個音樂老師 會最理想 那妳認識張若文的時候 她還是學生吧 算 對 那時候算是學生 可是後來已經知道 會師專畢業 就是會去當老師 對… 那妳走往演藝圈的時候 妳的第一場床戲是楊貴妹對不對 王玉文 對 可是最激烈的是楊貴妹填妳胸口 對 王玉文跟妳做了什麼 就是一般的床戲而已 然後咧 當時都沒有特殊的感覺嗎 沒有…緊張得要命 那老婆會因為擔心 而去現場探班嗎 不會 所以妳對王玉文那時候沒有興趣 沒有 想那麼久真的很難 還覺得可怕 因為因為我想會被傷害到她 因為她現在有一個男朋友 這個人如果被我們盤問十個小時 待會兒講出很多不該講話 我覺得她一定就是那種 你知道被敵軍抓去 然後正要拿什麼酷刑剪她 她就說 好啦 我都給妳講 不要這樣子說 我根本不就 然後電電妳 妳就什麼都講 所以 那楊貴妹舔胸口的時候 總不能夠說沒有感覺了吧 我胸部沒感覺 真的嗎 所以妳的敏感帶不在胸部 我為什麼會彈到這件事情 這通話是妳好不好 看那場戲很經典的啊 我在看的時候都很… 很有感覺 因為有感覺說 哇 演這樣子啊 我朋友私底下問過我 她說妳沒感覺嗎 我說真的沒感覺 我說為什麼那地方沒感覺 所以楊貴妹搞錯 是這樣嗎 還是蔡明亮搞錯 蔡導演搞錯 你跟導演講啊也沒有… 我不要這樣已經夠了 所以OK 這個保障妳當時演戲的時候很清醒 就是說反正沒感覺 就看楊貴妹演的 對… 反正我也很緊張 我總不能說 貴妹姐 那妳等一下吃我耳朵 這樣好像叫她來吃我豆腐 所以妳們那個是 妳比較喜歡是耳朵部分那一代 沒有 我有講 所以妳可以接受演戲最大的尺度到哪裡 應該就是像愛情萬歲那個吧 就是跟貴妹姐 還有中文啟事一個背部全裸的 對 有露到屁股蛋嗎 我沒看 有時候不講屁股以後 還講到屁股蛋 因為就是那兩塊啊 在下面這樣 屁股蛋 好 她還演 她有跟苗天在同志三文男裡面演過 激情戲嗎 也不算 妳就把她毛巾扯掉這樣 對… 所以妳最多見習只有到Gay Bar 沒有到Gay的三文男去見習過 沒有 就是Gay Bar跟同性戀大遊戲 我覺得已經夠了 那時候Amy還不是她的經紀人嗎 還不是 所以如果是的話 會阻止她演同志角色嗎 其實不會耶 我其實不會 我覺得我們合作是從她退伍之後 對 那時候她 本來我記得她剛開始要進電視圈的時候 經過很大的掙扎 對 因為那時候她好像跟 我記得那時候她老婆跟我說 可能本來想去開美而美 真的假的 交融又想開美而美啊 沒有 那時候是 因為對這個圈子的不確定因素太大了 其實不是美而美那 那個只是講好玩的 早餐碟 最想去賣胖埔 為什麼 胖埔 抽水機 你是不是有跟美而美好嗎 聽起來應該比較大吧 抽水機是 算是我本行 我們念電機系的嘛 那賣抽水機 需要什麼專業技能嗎 要...就是... 那個是工廠 就是我叔叔開的 OK 我進去的話就是 因為我學電機 我自己什麼理論 我都大概都清楚 所以要跟客戶解說 你們的抽水機厲害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 它是研發的 對 所以你要如何介紹一台抽水機呢 這個抽水機很會抽水 出來 來了 請出列 沒有業務人員 所以我可以跟我們介紹 來請他介紹 先生 不好意思 我想買一台抽水機 有這種客人 直接上來買抽水機 哪一種比較好 我真的看不太出來 我跟你講這抽水機呢 它馬力大 很會抽水 對 多會抽 對 那我試看看給你看 奇怪 剛剛不是有一片海嗎 好 我的天啊 對 你還是去演戲 好嗎 沒有 他的孩子你也想知道 如果是一台真的抽水機 可能就不那麼尷尬 你真的現場需要有一個水灘 然後來示範說抽光了嗎 我希望這樣可能我會說服觀眾 可是 因為我昨天用講的 你到底賣過沒有啊 沒有賣過 你在想而已啊 對啊 所以你如果是抽水機公司的人 是扮演這種推銷的角色嗎 還是說是做別的什麼研發工作 我應該會做研發的吧 研發抽水機 就是專業到那種程度了 對 就是你可以把一個抽水機 變得更會抽水 是這個意思嗎 應該可以吧 那要加什麼東西啊 對 牽涉到馬達的問題 對 他重點都放在馬達 是OK 剛剛介紹也馬達... 現在也馬達 變起來抽水機是一個 蠻簡單的東西 抽水機最大的原因就是馬達 可是很無聊啊 你講的配音就是抽... 就是抽水機跟馬達而已啊 那這行業跟演戲比起來 悶死你了 對 所以說我會選擇這行 有原因的 你演戲有沒有得過獎 沒有 沒有得過任何獎 有提名過 OK 這樣我們不能稱你影帝對不對 我覺得影帝是假的 OK 所以你被陳總有很假囉 我現在中很假 沒有 還有人... 還有周潤發的很假 趕快記者打電話給他們 要跟陳龍講他今天心情不好 我金馬獎提名過 但這提名我覺得有太多因素在裡面 就像那時候我以... 我不知道哪一部電影提名 我都忘了 然後在國父紀念館頒獎 我本來還覺得我自己希望蠻大 然後我就上那個... 是某一部蔡明亮的電影是不是 對... 然後星光大道走進去之後 那時候一進去 那時候攝影記者就在那邊跟你比 超... 沒有 沒有 對 所以你坐在那邊 再等那個開獎的過程 因為... 就很無聊 我那一年是難配角 然後你就從頭到尾 最佳難配角是... 其實你已經沒有了 還要演啊 還要演 一次開流的話玩笑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 對 我一開就知道你不知道 後來我就被人家問說 你幹嘛不先去問那位記者 就會有人告訴你 我說我跟鄭宇玲 完全沒想到這件事 對啊 因為像我們觀眾也覺得 應該就是... 因為我們不太會演 我們寧願就是說保持不知道 到時候才... 那個表情才會比較真實 像你這樣被告知了以後 你就很累啊 就你得演啊 對不對 你當時幹嘛不就轉過頭 從星光大道再走出去就好 那時候還沒有資格做那種事 演蔡明湯的電影 其實走星光大道會有點 就並不是很多人 會對你歡呼的那一種 對不對 就會常聽到 有人叫你的名字 但是會旁邊會聽到 他是誰 那你... 是幹嘛要走星光大道 那你內介你的星光大道 最巨星的是誰 陳聰 梁朝偉他們 星光大道很殘忍啦 就是你不紅的話 就是立刻那個 就從歡呼聲變成 誰... 那當時你有沒有很羨慕 梁朝偉的那種 會...會很羨慕 那你在走的時候 有落寞感嗎 走星光大道的時候 強忍笑容吧 那你... 這一定是要的 你有學過梁朝偉的表情嗎 應該是這樣吧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表情 這是梁朝偉 這是梁朝偉 哪一個表情 他不是... 他不是常常這樣回頭嗎 面對鏡頭 他不是眼睛都瞇瞇的 然後鬍子沒刮眼睛 OK 我學不講 他才一百次都猜不出來 他在模仿兩下的尾巴 我覺得你的表情 還比較好學 我每次看的那個昭龍哥演戲 就是不小心轉到的話 我就會看一下 你表情都是這樣啊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是他嘛 不是開玩笑的 對... 對... 你當他旁邊去一起做那個節目 這個商業一定不會成功 而且他融入很多英文在裡面 對 所以你們這個戲 最近講英文講得很多對不對 對 最近我覺得講最爆笑的 應該是方誠的吧 他演一個女常人 然後... 我有一段孩子 我跟他聊一聊之後 他竟然... Call you喔 Call you 然後你知道 碰起來就是他會設計 他把自己弄得很迷人這樣 Call you 我剛剛講 你以為笑出來嗎 我剛才不敢笑 OK 你不能這樣啦 不要再說 Call you喔 應該 應該什麼 你應該啊 去死以後啊 你 觀眾開不開心 天啊 他們為什麼要罵觀眾呢 不怕是 不清... 去死以後啊 你去死以後啦 你們龍捲風 是不是開始有些英文的格言 比方說公司的精神標語是什麼 對 像我常講的就是 I swear I will succeed 對 這個是 就是我發誓 我一定會成功 對 這是你自己的座右銘 座右銘 那你的公司是幹嘛的 在戲裡面 在戲裡面是 做吃不高速鐵路的 好複雜 就是這樣怎麼會飄起來的 那個火車喔 現在中國大陸有了 對 吃不高速鐵路 然後你 為什麼就吃不高速鐵路 要講I swear I will succeed 就是我一定會做成功 這一條鐵路這樣 那為什麼有 就是已經是關於一個鐵路的故事 卻也有很多壞人啊 鐵路界有很多壞人 其實應該是比較人性的 這部戲 就是每一種人性的角色都有 可是昭榮哥 你好像還滿享受演壞人的感覺 對不對 對 人性總有那種善惡的一面 像善惡這一面我也滿多了 惡的這一面我滿想去嘗試 我很難想像她 Emy她可以演壞人啊 她其實可以 但是我覺得她的本性不是 她本性太善良了 而且她臉就是好人臉啊 對 那她當初想演壞人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好笑嗎 會 真的喔 結果她就去爭取臉 結果她自己想演 但是我們大家都不會想讓她演 所以隆遠風她爭取要演壞人 其實我覺得編劇給她的角色 發揮度滿大的 也不算是完全壞 是比較貼近能性的東西 對 就是她裡面會有正跟反的地方 算一個厲害的人 對 而不是壞邪惡的人對不對 其實她的壞是有目的地壞 不是這樣無所不壞這樣的 好像聽說昭榮哥還滿想跟我演一段 有關壞人的戲嗎 來吧 等一下 你還變好了嗎 她講來吧 就把她這樣傳 我都要見識一下你有多壞 我跟蝦土俊伴流氓討 來 怎麼 我就是不懷你 你想要怎麼啊 你帶我啊 你也拜託好不好 拜託 我跟妳說 妳叫小S是不是 對 我是大L 我真怕喔 拜託 妳真怕喔 我跟妳說 妳如果說不平時 我就送妳衛生紮 為什麼 因為 妳需要衛生紮 我看妳衛生紮 好痛喔 我都比妳壞了好不好 妳也拿下來 妳也太強了 等一下 我問一下 黏住了 怎麼會這樣子 原來這個貼紙是要這樣做嗎 原來是要把那個 透明膠袋撕下來 那還不錯 黏住了還不錯 等一下 昭榮哥 我以為妳會狠狠耶 她被妳搞到笑啊 對啊 因為我聽到妳的台語 我很想笑 所以妳最狠的 只是送我衛生紮嗎 不會啦 不要 我們演一點簡單 因為講對方 她很容易笑 可不可以就是 她臭著臉 甩妳一巴掌這樣子 不會 不會 那真的酸嗎 亂咬也好 我跟你講實話 觀眾常常想看妳被甩一巴掌 所以 我看出妳想打我吧 好啦 不然就是我演很壞槍 對 妳講 就是陷害妳就對了 OK 然後妳就氣著打我一巴掌 好... 應該 應該是嗎 妳應該啊 去試好了 妳 觀眾開不開心 咖...妳力氣要加強 Emi她...她真的... 她沒有狠狠啊 沒有 就跟你說沒有 好啦 擺一個對... 她是嘴巴壞 但我們兩個一起擺一個 就是要殺對方的表情 看誰比較好 認真不能笑場喔 沒有要搞笑的喔 好 然後一直說你去試好了 好 沒有 對鏡頭 你去試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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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氣力比較狠耶 真的喔 沒有會喔 她概不狠嗎 我看你怎麼弄 你去試好了 她看起來像煩惱 她看起來不像狠 你根本像什麼宗教團體的人發出氣 你最... 你最厲害的表情是怎樣 最厲害的表情 最狠 最狠的表情 可能就是我們要融入... 看到劇情了 可能就是最狠的表情 可能就是... 就是你那個表情 你去學她那個 然後是... 就... 而且... 你最喜歡... 我覺得妳真的很適合演反派耶 對啊 妳看起來好生氣喔 看什麼... 你看什麼... 你看什麼... 都親... 都親... 都親才會... 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適合加入我們的戲耶 對 我真的很會演耶 好 但... 我覺得她會取代李彥萍耶 對啊 我可以演弄很快耶 就是要走向那一條路嗎 那你要在康熙來跟同學幫助你選歌 好難選啊 到底戲劇跟主持我要選嗎 你也擺不出邪惡 好 襯衫給我 你也不會做邪惡的樣子嗎 邪惡的樣子 然後說你要在一個女生的飲料裡面下藥 對 比如說你正要強暴她之前的那種表情 好 來 蕭融 好 5 4 3 2 Action 白衣給妳看嗎 妳要不要喊 5 4 3 2 3 2 Action 好差喔 好差嗎 應該比妳好樣的吧 都好爛 爛式的 你來...一個老套一個人來 你不是學電影的嗎 對 蔡大跟老套看 想要人家強暴人家 好 各位來 3 2 1 Action 這是什麼 拜託 她好像要四隻冰淇淋喔 對 那個假不妙 藍色小精靈裡面的假不妙 妳要...妳要上人家的 那不應該撿一下身 她好像兩個都滿膚淺的 很像演戲 可是 張榮有好 她這樣有厲害到哪裡去嗎 她演那個什麼東西 她... 我就跟你說她死不死要壞了 我們絕對不讓她演壞了 真的... 她可能可以演 臥虎昌昌裡面 周润發那種角色對不對 對... 就是正... 正氣凜然的角色 你注意看她的眉毛 她比較有陰氣 所以妳這樣演壞真的很難 那演愛情戲呢 愛情戲如果深情的呢 深情緩緩啊 其實我們兩個對戲好了 就是... 我愛你 然後你也愛我這樣子 小辰 我愛你 小S 我愛你 我愛你 康熙來了 今天康熙來了 請到本土戲劇天王 陳昭龍 從彩蛋國片電影 轉戰到本土戲劇圈的陳昭龍 在成名前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您知道青春期的陳昭龍 把哪位女明星 當作性幻想的對象呢 除此之外 康熙還要完成陳昭龍的夢想 她飾演一位大反派的角色 今天的康熙因為來了陳昭龍 真的很精彩 來 康熙來了 除了康熙跟CD之外 來的一個大明星 我們歡迎陳昭龍 歡迎 歡迎陳昭龍 你好 你好 康熙來了 昨天請到了陳昭龍 節目中陳昭龍和小S 互相比較 耍狠耍流氓的表演 讓一心想 飾演反派的陳昭龍 過足的戲影 今天我們要來看看 陳昭龍溫柔的一面 面對身材 較好的CD 陳昭龍 我愛你 小S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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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S 我愛你 陳昭龍要真的抱啦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真的要父親感情 沒有關係 你為什麼不敢抱他 你為什麼不敢抱他 我會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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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胸部頂到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有隔開 我就是一個 讓男人緊張的女人 我怎麼抱你 有什麼 我怕野的好不好 我會很怕你 我不曉得為什麼 我要一個真的擁抱 你不可能在市裡面抱 你女朋友也是這樣抱啊 對 但是那個 你為什麼不敢抱他 不好意思吧 真的嗎 會 不走我也害羞 那你都讓 你都讓貴妹姐填你胸部 去填她胸部 這樣好嗎 反正沒 反正沒感覺 不然我們倆一起填開 你為什麼今天 那件事 會讓她一起填我 今天也有拿主持費 你不是眼鏡 你不是眼鏡 陳昭蓉碰到第一次碰到女生 會害羞啊 會 其實 我滿容易害羞 你沒有被小孩子抱過嗎 沒有 沒有我們兩個不熟 沒有 我們算第一次碰面吧 真的嗎 對其他的場合都是 需要公開的 所以你的粉絲如果這樣 上來抱住你不行 看情況 那有沒有你們去 譬如說南部辦那種影迷 會有人丟一些 你喜歡的食物上去 他以為他是楊麗花 他在搞什麼 就 會送東西給你這樣 像什麼 送什麼禮 送你 我很喜歡吃糖果什麼這樣的 就會送什麼禮 然後呢 就收下 對 我還收過紅包這樣 真的 這就有點像楊麗花 多少錢 很多 美金一百 波幣一百 你去海外表演唱歌啊 對 所以你唱歌好聽嗎 很難聽 你怎麼會去海外表演唱歌 因為 不然你叫他表演表情嗎 沒有 他那時候有講說才藝表演 我說我唱歌不好聽 我可以表演講話嗎 我可以表演走路 走路有什麼好看 歡迎陳照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領不到錢就對了 你們可能當時真的有建議說 可不可以表演表情跟走路嗎 對對對 所以我就想說 好吧 那就硬著頭皮上 他們說你講話是一定要 走路也一定要 結果後來你選唱了什麼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 還有練去1990 加唱歌真的蠻好聽的 沒有在想那麼難聽 算是得意歌曲 朱大哥啦 朱大哥 好 你知道 在他的婚姻生活當中 你跟張若文有個有趣的溝通方法 我聽說是寫紙條是不是 對對對 是什麼樣的溝通方式 就是 那時候我們在拍戲的話 每天回到家裡 大概都十二點 一點兩點 然後有一些小孩子的事情 他就會寫紙條 交代我去做這樣 然後你會回他嗎 我會回他 你怎麼回 再寫一張紙條貼回去 就在下面加PS 譬如說老婆寫說 今天小孩在學校被同學欺負 打到頭破血流了怎麼辦 他們小孩才兩歲 他也不會 現在一個五歲了 有一個五歲了 有一個五歲了 常跟我 現在會直接打電話來 就是 爸 我被誰欺負 我說 為什麼欺負 因為我罵他三八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算是希望你不可以罵人 什麼什麼 我跟他講這樣 還有莫名其妙被打 我就說那你要打回去 哇 是陳昭蓉不要輸人家 你真的這樣講啊 陳昭蓉 不是 還有 發生太多事 他每天都會跟我報告 還有人因為 他爸爸是陳昭蓉 結果他就 我看你不順眼 這會發生 怎麼辦 什麼樣的情況我都告訴他 怎麼去處理這樣 你的小孩會看你演的電視劇嗎 不會 強暴的戲不能看 就是 我自己的戲他不太會看 像我有時候如果說提早收工 回到家裡 我要看台灣龍捲風 他就要看那個 東森幼遊臺 就跟我講 你要看台灣龍捲風 對 我要看我自己演 你為什麼要看自己演的戲 每天我都要看 為什麼 我都錄影 因為我要檢討 檢討什麼 檢討就是這一場 問題出來哪 你檢討了整個霹靂火 現在你的表情還是一樣啊 那你告訴我 你龍捲風跟霹靂火 增加了什麼表情出來 給我看一個新表情 霹靂火沒什麼表情嘛 就是爛好人 就是這樣 就是我剛才模仿的那個嗎 對 龍捲風的話 就蠻多的肢體動作就是 跟人家講話就 眼睛會掉起來 因為他在戲裡面 是比較臭屁的角色 然後動不動就是會 我最臭屁怎麼樣 這樣 還不錯啊 剛剛眼睛掉起來的還不錯 再來一次 所以他剪刀 他一盞出屁的火 出現一個心跳 發現眼睛要掉起來 所以真的很用心耶 你每天看 然後看到自己演得不好 就要改進 對 哇 你們在家常生活當中 除了看電視之外 還有做菜是不是 做菜會 做菜會 你還有空做菜 就 我 如果 我老婆做得很難吃 我就忍不住了 對 當然有人做得很難吃嗎 比起我差很多 你拿手好菜是什麼 蠻多的 你為什麼會做菜 那是在 念心不公專的時候 常去西山廳打工 還有 那個 啤酒屋 然後我 因為我都一個人 從小在外面生活 我就想說去那邊學點東西 我會拜託師父教我 嗯 從那個時候慢慢學會 成章王的好手藝 好 你現在 你現在用一個空的 我用 我做一個最簡單的好了 好 這個就是 嗆蟹 這是我媽教我的 嗆蟹 嗯 那是上海菜不是嗎 對 江澤菜啊 就是這個嗆 此嗆非彼嗆 哦 OK 這個是 是嗆家的嗆蟹 裡面不需要什麼東西 我加一點鹽巴 OK 這樣你可能會做 就是空的 對 最簡單的 怎麼會不用加水呢 這樣不會爆炸 最後要加米酒 這是什麼 這個是蒜頭 先撒鹽再放蒜頭 蒜頭 對 你有好多材料 真的要放那麼多東西嗎 這個可以不用 最主要是蒜頭跟鹽巴 這是薑片嗎 薑片 你在家裡也做這樣子的菜嗎 會 因為這個很快 然後又偷懶 你先把它繩子剪掉 它會夾你耶 但是這樣真的 我怕有那個塑膠 然後又是大椰子菜 一定會一直叫 他很怕螃蟹 是樹 他很怕這種生的東西 被放進去 活活弄死 你看他廚師做這事 真的長這麼怕嗎 看來看也滿可憐的 閉嘴 對 我現在都不太敢做菜 可是一定要活的放進去嗎 這是這道菜的精髓是不是 螃蟹好像就是這樣活著 就把它弄死 對 因為螃蟹死很快 就很容易就臭掉 烏蜜豆腐喔 烏蜜豆腐的 然後現在要加米酒 加這個米酒 大概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碗的分量這樣 所以米酒漲價的時候 你有很煩惱嗎 米酒漲價的時候會 那你還會洗碗嗎 會 會 會洗碗 你如果是螃蟹在這一刻 應該還滿高興 就有人把酒淋在你的頭上 這樣就好了 為什麼 想說是死前大醉一場 對 這個是胡椒粉 我真的沒有看過人 在這樣那裡活螃蟹 他常常這樣搞嗎 真的啊 我們那時候吃過他做帝王蟹 過年的時候 那這樣要蒸多久 大概六分鐘 五到六分鐘 其實很簡單 那你當初 不想走演員路的時候 有想過要當廚師嗎 沒有想過 對 因為我覺得做廚師 可能不能滿足我這輩子 我的理想吧 因為你就是有那種 很想演戲的慾望是不是 我最想的是做生意 這邊沒有事情要發生喔 我們把它先撤掉 等一下再拿回看 OK 這就是陳昭榮的嗆蟹新吃法 只要少許的鹽巴 適量的蒜頭 三分之一碗的米酒 溫火慢煮五分鐘就好啦 當然裡面要擺幾隻螃蟹囉 台字上面寫的是 年收入高達三千七百萬 這怎麼打敗你吧 很多啊 很多啊 打敗我們兩個 加起來 那你這是富豪嗎 其實說穿的 對啊 你還做什麼生意 這樣不就好了嗎 沒有啦 沒有沒有 這個是號稱的 那你銀行現在存的錢已經夠 你後半輩子花了嗎 你有沒有設定一個目標說 到多少號你就不再演了 銀行存款五千萬 我可能就不演了 現金到五千萬 可是你如果一直繼續買房子 當然就到不了五千萬了 這樣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你其實目前還賺得蠻高興的嘛 對不對 目前來講還可以 就是我比別人幸福太多了 嗯 那你會讓老婆拿你的卡 去大肆的購物嗎 他有啊 他自己都有卡 他有沒有刷爆過 然後讓你付帳單 反正都是我在付的 哦 你從來不在乎那個卡 就是刷太離譜 我就會念一下 真的嗎 對會會會 賺那麼多還念 因為那太離譜了 像什麼 多離譜啊 就是 到上百萬那種 沒有沒有沒有 他很喜歡買一些蕾絲編的那種的 玩偶啦 什麼這樣 就家裡都已經放不起來了 他們買那種的我就會念 蕾絲編的玩偶 那個確實可以罵耶 沒有什麼關係 我其實覺得放在家裡很礙眼就是了 就是家裡太多了 連裝衛生紙盒子的啊 垃圾桶都是蕾絲編的 陳正如雖然長了一個 不是很兇狠的臉 可是起碼是一個有深度的臉 就是他其實在長蕾絲編這種事的時候 他其實還是看起來 表情還蠻有深度的對不對 對 可是你知道他一個很沒品味的喜好 就是他愛看一個很蠢的節目 就是美國摔角 對 你現在還喜歡嗎 超愛 你不知道那很蠢嗎 就是假的 對對對就是因為那個假 他的劇情假的很好看 你會參考他們的演技是不是 會會會 真的會耶 真的假的 就是 你會從他們身上去找快樂 還有找那種 演員那種進行那種發洩的那種感覺 你最喜歡摔角選手用哪個招數 長矛 就是有一個摔角手叫 Be a Gober 對 然後他會夾人家脖子 然後轉一圈 你是不是很愛模仿那種摔角動作 以前大小都會約我跟他一起玩 真的還假的 你們也愛看嗎 我們愛看日本女子摔角 我跟你講他們出來是真的 他們在呼巴掌 然後在呼我 你介意跟他一起示範一下他最喜歡的動作嗎 好 但是那個Gober那個不是表演 他是這樣過來對不對 然後你暈倒了快站起來 然後衝過去把你抱起來 抱起來這樣 你坐啊 他等一下再把我摔在地上好不好 你就分解動作 假如做當中的一點點就好 然後我就被打 然後這樣再一點 被打然後暈了 然後我就衝過去 然後 把他撞到後面撞打這樣 然後就開始跟我捨吻 對 我以為你今天可以逃出來這件事 你弄來了 你連錢張我都不放過嗎 所以 沒有 我常常覺得美國人 欸 這招數很不fancy啊 就只是撲倒而已啊 有沒有那種 有沒有那種就是可以制服對方 然後對方要一直拍地表示求饒這種的 有有有有 哪一種 就是好像腳被這樣 對啊 我要看這種的 拜託我穿裙子怎麼弄啊 這也要換你出馬 這要怎麼樣 這個 擺什麼姿勢 不很醜耶 我試試看嗎 是 腳要擺哪裡 其實是你 你已經要整個趴著 然後腳被我這樣扒起來這樣 那很丟臉 這樣扒起來 然後腳這樣被踩起來 對 然後 然後這樣 你要開地板是不是 對 跳起來 這有什麼好玩的 你嚇得無聊 你竟然是這麼精采 呃 其實很過癮的 對 那個動作一定很多不好玩 你以為你一個人才過癮 他會這樣撕人家頭髮 然後這樣 你嚇 然後這樣出發 然後出發這樣 那才好看好不好 你喜歡動作為什麼都偏向比較 技術性的東西 你不會很喜歡那種很殘暴的啊 殘暴的還好而已 就像我有一些朋友傳那個什麼 屍體照片給我看 我就不太愛看 我反而喜歡看這種 呃 很正當的那種宣洩的那種 那你崇拜這個叫Goldbird 對 是有什麼了不起啊 是 肌肉特別厲害嗎 肌肉 然後還有胸毛這樣 很像一頭熊 長髮是不是 呃 光頭 光頭 有胸毛 像熊一樣的 對 那巨石強身是你喜歡的類型嗎 他已經是之前 他已經被Goldbird打扮了 所以我 誰在乎 等一下 那你如果遇到Goldbird本人 你會做什麼事 我會叫他簽名 你會願意買票去看Goldbird的現場演出嗎 我已經看過了 你有看過麥克 對 然後咧 然後反而很過癮 你現場你就盡情的發洩 因為 因為 一開始買票大家都有分配位置 但是 只要那些帥交明星一出場 所有人都不需要那個位置 就從頭到頭那裡跳這樣 你也跟著跳 我喊 對 喊他的名字 你都喊什麼 Goldbird F開頭 S開頭 這順便再標兩句髒話就對了 對 你就一直罵Goldbird 然後罵英文髒話 沒有 他會 跟他對打那個人 是誰這樣 就會 不會 然後喊Goldbird VS 小S的話你就會罵 F小S 屎小S 這樣 那你會 比如說學那個Goldbird 戴那種近的 很像勇帽的那種面罩嗎 就是因為粉絲也很喜歡他 會跟他穿一樣的衣服 你會戴那種面罩嗎 不會 你有買他的紀念品嗎 有 他的T恤 還有他的杯子 什麼這樣 好幼稚喔 對 對 我跟你講 我朋友一看到 你真的超幼稚 但是人總是要有一個喜歡的嘛 台灣像這種人多嗎 愛看美國摔角 不多 不多嗎 那你現在常常在電視機前面 最常看的頻道 就是美國摔角 ESPN 是 對 你會很夢想 每個禮拜一晚上九點半開始 是謝羅 陳昭榮的好手藝 哇 是 太大了嗎 對 好恐怖 好恐怖 我覺得男生會坐在裡面 對 你以前沒有把這些 以前沒有 現在有 現在有 裸上半身要穿圍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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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跟著跳 我喊 對 喊他的名字 你都喊什麼 Gobber Gobber F開頭 S開頭 這順便再標兩句髒話 對 你就一直罵Gobber 然後罵英文髒話 沒有 他會跟他對打那一個人 是誰這樣 就會 對 然後喊 Gobber VS 小S的話 你就會罵說 F小S 那你會 比如說學那個 Gobber 戴那種近的 很像勇帽的那種面罩嗎 就是因為粉絲也很喜歡 他會跟他穿一樣的衣服 你會戴那種面罩嗎 不會 你有買他的紀念品嗎 有 他的T恤啦 還有他的杯子 好幼稚喔 你媽呀 對 我跟你講我朋友一看到 你真的超幼稚 但是人總是要有一個喜歡的嘛 台灣是這種人多嗎 愛看美國摔角 不多 不多嗎 那你現在常常在電視機前面 最常看的頻道 就是美國摔角 ESPN 對 你會很夢想 每個禮拜一晚上九點半開始 你會很夢想穿上他們那種 摔角鎖的緊身衣嗎 沒想過 你要迷到什麼時候啊 目前都還是很沉迷對不對 還很喜歡 門票貴嗎 門票蠻貴的 我買很好的門票250塊美金 我算是說 去年我拍完我就到美國 靠閃我自己一次這樣 可以看多久250塊美金 三個半鐘頭 然後就是一直大叫 一直大叫 對 三個半小時 有幾個摔角選手上場 大概快二三十個 哇 很過癮 他還蠻值回票價的 對 你知道你出來 你所有人都很開心 我喜歡那種開心的感覺 所以說我喜歡這 因為我不可能永遠都喜歡Gobra 我會有 還會有喜歡誰這樣 我覺得我是 在裡面享受我的開心 因為我在台灣我做不到 我在台灣 我只能在電話裡面跟我弟 可能對罵髒話 或者跟Amy這樣而已 但是我不能在很多人這樣一起罵 你去搖滾演唱會也可以吧 但是如果罵髒話 在台灣還是被他認出來 對 會被打 所以你就是想要發洩情緒就對了 發洩發洩 你呢 你都去哪裡罵髒話 我跟朋友在一起啊 在家啊 在餐廳我都會罵 在餐廳你就罵 可是不是罵別人 就是跟朋友在那邊聊天 然後參雜幾句 我個人覺得罵髒話其實還蠻過癮的 對啊 我了解他 他平常太溫和了 所以大概比較喜歡這種密集式的 對 發洩吧 我們最後還要check他的螃蟹嗎 好了嗎 對 最後還會有什麼了不起的發洩嗎 那個螃蟹 這是好嗎 還會復活是不是 你給他細胯嗎 給他細胯嗎 給他細胯嗎 好啦 拿進來吧 吃蟹龍 陳昭龍的好手藝 好啊 來吃螃蟹吧 看起來 你這樣看就知道真的那個 對不對嗎 對 黃蟹都害羞了呢 那個香味我已經聞到了 你腸很燒 他蠻冷的我現在發現 下次邀他去龍捲風玩吧 然後現在 然後大家會瘋掉 彥宴可能會瘋掉 還以為很差 我可以練啊 你 你的會做海鮮包括會切這件事嗎 對 我愛吃的是大雜蟹 大雜蟹 大雜蟹 現在只是大雜蟹 太大了嗎 對 好恐怖 我覺得男生會做菜真的不錯 你以前沒有把這列入遮耳條件對不對 以前沒有 現在有 現在有 裸上半線然後穿圍裙 對 可是他全部沒有感覺 所以裸上半線對你來講 比較辛苦一點 哇喔 你現在喜歡了 剛剛一直在邊 你剛才看到他都活活被弄死去 你煮完菜之後 不討厭清理這些事情嗎 我其實蠻喜歡乾淨的 我自己有潔癖 我們來試試看看吧 就是我邊弄我就邊弄 你們家清潔工作的誰做 所以在吃這邊對不對 對 我先吃看看好了 我試看看有沒有熟 就吃這個黃黃的 但是這不是很熟啊 你要不要吃這個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可是 原來這道菜蠻怪的耶 就是他沒做什麼事啊 對 只是把一群黃線放進裡面 活活真實 所以 他 你認為他符合任何一個 好男人的標準嗎 他 百分之百 真的喔 真的真的真的 很多 並沒有 對阿 妳從來沒有對他產生過幻想的 沒有 沒有 從來沒有 他太熟了 妳哭的時候沒有期望過 他把妳湧入懷中安慰妳 會想吐 真的嗎 太熟了 太熟了 我們就像兄妹你知道嗎 然後我的男朋友都要介紹 介紹一個很爛的男朋友給我 害我長14年不敢交男朋友 你介紹什麼男朋友給我 美國的一個 就是那種 放蕩的那種小開 你以為放蕩會 為什麼要這樣害他呢 放蕩會對他比較有興趣 他就是反正切家二代嘛 我就想要介紹給他 他說他就可以審吃鹼用好幾年 今天後來被傷了是不是 所以我們真的 就是太熟了 我的每一對愛情他都參與過 然後我教你 哪有 老外我沒參與過 喂 妳感情還蠻豁富的嗎 我以為妳公共很忙耶 我跟你講 他很快喔 我不要 我要去約會 他就開始打來 喂 不要脫衣服 喂 不要洗澡 他很壞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難談戀愛 都被他害死 你約會到一半 他會打來叫你不要脫衣服啊 不是 因為 就像我會叫他大口 還有叫他 不要脫衣服 不要洗澡 原因 為什麼 他每次碰到我有沒有比較瘦 我跟你講喔 我最近談戀愛了 他每次碰到我的前兩個話題 一定是這個 第三個才會講到工作 所以他男朋友來 然後我看到我不是很喜歡的 我說Amy妳要堅持妳的真操 絕對不要脫衣服 他如果叫妳去洗澡 妳就說不方便 洗澡有什麼不方便 那妳有聽話嗎 我很乖啊 所以我一直沒叫 哪有 妳那麼隔天才回家好不好 亂講 好了 我不敢聽到妳犧牲我 是妳自己介好棒棒的小看點 她認識了 還叫人家不准洗澡 這樣很掃心耶 可是 好 所以 所以我們是患難見 成長人將來不演戲了 妳怎麼...妳的收入會減少 怎麼辦 不會不會 我們合作一起做生意啊 還要從來 一起去賣那個抽水的啊 沒有... 我跟你講他做生意一定一定會 我覺得是啊 因為顧客很容易對他有信賴感嘛 沒錯 並且他頭腦很好 生意頭腦超好 可是剛剛一直拼命的推薦馬達 是怎麼回事 他目前才賣馬達 沒有變 看起來是一個好丈夫跟好爸爸 那謝謝妳做螃蟹給我們吃 謝謝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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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要好吃嗎 好吃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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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